主席王院长 秦政院大院 我们陈院长及委会的官员 各位立院的同仁 媒体的各位先进 大家好 近年来 我们国内因为美如的议题 争论不休之宜 那么美韩两国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 所谓的FTA 也在本月的15号正式的生效 而这个协定将使韩国 更具有国际的竞争力 但却非常严重的影响到 我国经贸的一个伤害 所以在这个议题之里 我认为我们值得国人好好的深思 事实上 美国连续两年来 是我国的第三大的贸易国 那么这个总金额 高达621亿美元支付 也是占了我们国贸易额的10.5% 所以在美韩FTA生效之后 台湾每年将会损失将近33亿美元支付 对于台湾的经济将会造成非常严重的一个冲击 那么尤其台湾跟韩国的产业 大约有70%的雷同 包括电子业半导体 甚至于塑胶成衣纺织等等 都会受到很严重的冲击 所以我想我们朝野必须要有这种的共识 一起来为我们未来跟国际接轨 跟走出世界 跟大家一起来共融共存 那么相对的 我们如果能够跟美国达到零关税 那么我们产业才能继续的生存 倘若没有办法签订这个TIFA的话 那么相对的我们国家没有竞争力质疑 那所有的企业将会出走 那么更可怜的是我们的劳工界 会因为产生的无薪假 甚至于失业的这个问题 会严重的影响到动摇我们的国本 所以我想今天非常重要的议题 在于我们继续的来朝野协商 希望行政院赶快提出美牛含收入金的版本 让我们立法院取得共识之下 然后继续的跟美国谈判 在所谓的安全隆起 牛株分离 强制标示 以及排除内障的国人的这个健康考量之下 我们来做 也能够把台湾最大的利益能够兼顾 那么我们台湾才能够永续的兼页 让我们的子子孙孙能够过得健康 过得更富裕 所以这点要拜托地元图人来共襄盛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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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